男人四胎衣服,胸口竟然露出透心凉的大洞 更加诡异的是,他还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这就是2024年最新上映的丧失惊悚片鸣和 马特是个普普通通的警察 平常跟一个走私团伙走得比较近 只要给他们透露一些抓捕计划 总能收获不菲的外快 这天他在码头散步 宠物狗突然对着前方狂吹不止 探头望去,隐隐看到有人在路边行凶 马特身为警察不得不管 冲上去时发现受害者已经死亡 他连忙朝着凶手追去,想不到对方也携带了武器 马特闪身躲在石柱后面 结果却被凶手绕到了后方 确认马特没了呼吸 面具人将他扔进海里粉饰面积 第二天一大早,马特被海水冲到下游的海滩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迎着阳光看到被子弹射穿的手掌 想必昨晚的面具人并没有击中要害 可为什么伤口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难道是被海水泡酒的缘故 马特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来到发廊 他和这里的老板娘关系很特殊 时不时将赚来的外快送给对方 但是没有任何愉悦的举动 简单聊了几句 马特走进卫生间 透过镜子看到衣服上有个弹孔 他惊恐的一把撕开 发现胸口上竟然还有一处枪口 这肯定是昨晚凶手留下的 可他没有感觉丝毫不适 马特急匆匆地来到医院 这才反应过来没带证件 正愁该怎么挂号时 老父亲的主治医生恰好从大厅经过 得知马特受了枪伤 他直接将人拉到办公室 看着马特身上的弹孔 主治医生满脸惊诧 尤其是检测到他连心跳都没有湿 别说是他了 就连马特都吓得满脸沙白 医生打算取些样本化验 马特怒吼医生 这里连仪器都是坏的 自己还留下来这什么病 当然这只是他欺瞒医生的说字而已 真实情况马特清楚得很 自己确实感受不到半点心跳 马特随手拿起一个镊子 直接掏出伤口里的子弹 中途没有任何疼痛 难道自己真的是个死人 就在这时他接到警队打来的电话 昨天马特说在码头遭遇枪击 可同事搜遍了案发现场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 马特推测是面具人将自己丢到海里 接着又折返回来清理了现场 只要仔细搜索 肯定能发现蛛丝马迹 马特趁着众人不注意 悄悄将取出的弹头塞进灯座里面 这足以说明他昨晚遭遇了袭击 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 马特回到了最不想待的家里 因为他跟妻子的感情已经破裂 离婚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晚上用餐时 马特感觉前所未有的饥饿 可认他如何狼吞虎咽 饥饿感没有得到丝毫缓解 餐桌上的气氛逐渐变得诡异 妻子儿女面面相去 瞪大眼睛看着马特 将所有饭菜一扫而空 女孩认为父亲生病了 相互拥抱时 马特不自觉地产生了啃食的冲动 好在他瞬间恢复了理智 只是刚刚的奇怪感觉 要马特没来有的一阵恐慌 他连夜开车出门 再次找到父亲的主治医生 希望对方能找到办法医治自己 这位医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认为这就是活生生的医学奇迹 当即领着他来到自家的地下室 想不到这里别有洞天 竟然暗藏一间小型实验室 像马特这样受了致命伤 还活蹦乱跳的人 可能是感染了某种细菌或者病毒 医生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研究 不过能找到具体原因 自己将名秧全世界 马特想到家里的儿女 他也希望早日恢复到正常人状态 最终答应了医生的研究请求 忽然口袋里的手机响起 那边传来发廊老板娘急切的呼救声 马特来不及多想 匆匆开车朝着发廊驶去 中途收音机里传来紧急快讯 刚刚警方抓捕了一帮走私团伙 马特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匆匆赶到发廊 看到老板娘瘫坐在地上 他正要蹲下来查看 一名男子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正是之前被警方捣毁的走私集团成员来客 他的心中无比恼火 平常没烧给马特好处费 怎么这次行动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马特也是郁闷无比 最近因为奇怪伤口请了几天假 他确实不知道警队的抓捕计划 莱克哪管这么多 直接抽到筒像收钱不办事的马特 却不想后者非但没事 而且整个人都变得猙獰起来 只见他自着牙猛地扑向莱克 在手臂上撕下一块肉 本能地送入口中 直到莱克慌张地逃向屋外 马特这才恢复少许理智 回想起刚刚疯狂的一幕 他的内心久久无法释怀 难道自己真的变成了怪物 手心忽然传来苏马的感觉 他好奇地拆下纱布 发现之前的枪伤 竟然奇迹般地复原了 马特没有感到丝毫喜悦 一股良意从背后袭来 看样子自己真的不是正常人类了 与此同时 全身血迹的莱克跑回自己的据点 却不想走私集团的大佬 早就等候多时 莱克一直负责花钱跟警方接头 结果这次没有提前收到消息就被端了 气愤的大佬直接一刀捅向他的腹部 几名小弟将莱克尸体打包好 扔到了郊区的垃圾场里 可刚刚离开没多久 莱克竟然睁开了眼睛 想必是之前被马特咬伤 阴差阳错感染了他的自愈病毒 与此同时 正在住院的马特父亲刚刚睡下 面具人便悄悄潜入房间 好在对方什么都没做 只是安装了一个监控后 便回到自己的车上 摘下面具时 赫然露出主治医生阴冷的脸庞 而这边的马特虽然伤口愈合了 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 因为女儿经常说 她身上散发着臭气 马特偷偷跑去浴室洗澡 想要驱除女儿所说的臭味 可当她照镜子时 发现即将愈合的伤口 竟然爬出一只虫子 马特想死的心都有了 第一时间跑去主治医生那里检查 结果显示马特的身体内部已经开始腐烂 只有大脑保持着高度活性 具体原因还得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 医生给她的建议是用防腐剂擦拭身体 顺带喷些香水掩盖臭味 马特心中恐慌 拒绝了医生让她留下来配合研究的提议 却不想实验室的身处 竟然储存着一具尸体 对方正是马特中枪当晚 被戴着面具的医生害死的路人 原来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某种病毒 经常杀害无辜者脱回实验室 医生从一开始便知晓马特死而复生的秘密 所以才会主动接近对方 并以治疗的名义进行不为人知的研究 被蒙在鼓里的马特准备去医院看望父亲 却无意中看到妻子跟一位医生的举动极为亲密 难道这就是妻子提出离婚的原因 马特没有当面戳穿 而是静止前往熟悉的发廊 在老板娘的怀抱中按人神伤 直到天色暗了下来 马特回到家里 恰好听到妻子正在跟恋人打着电话 他很好奇那个男人是谁 拿起来查看 上面并未标注姓名 这时候儿子恰好经过 心虚的马特连忙将电话揣进口袋 看着一桌子美食 他几乎提不起半点食欲 可肚子明明已经饿得不行 当午夜来临 马特借着台灯 发现手上原本愈合的伤口 竟然再次恢复到之前状态 而且还散发出若有若微的恶臭 无奈之下 他只能跑去地下室僵留一晚 看到角落里的冰柜 马特的心中一动 既然自己的身体开始腐烂 也许低温能够延缓这一过程 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留念的东西 马特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第二天一大早 确认妻子和儿女都离开了 他才敢从冰柜里爬出来 腹中再次传来饥饿感 马特正准备返回房间 一道人影突然从背后窜出 好在他殉民地躲过偷袭 发现来者是名流浪汉 马特不受控制的牙子欲裂 竟然一口咬住了对方脖子 也不知过了多久 全身血迹的马特 看着不成形的尸体 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可事情已经发生 他只能匆匆清理现场 并将流浪汉的尸体打包 放在后备箱 正准备开出去时 却迎面遇到警队的同事迈克 对方说自己收集到了 走私集团的情报 想邀请马特联手调查 后者没法拒绝 只能开车载着他一同前往 两人来到目的地蹲点时 迈克有些严肃地表示 他知道了马特 勾结走私集团的事情 所以那天晚上行动时 并没有邀请他参加 马特非但没有责怪同事 甚至心存万分感激 如果他向上级举报的话 自己早就被批出警队了 就在这时 走私集团的马仔出现 迈克当即下车悄悄跟了上去 但在车里的马特无所事事 随手摸出了昨天藏起来的电话 他试探性地回播了 妻子情人的号码 谁知下一刻 迈克的手机响了起来 马特的内心有数万只羊驼 奔腾而过 怪不得对方不举报自己 原来是心里有鬼 就在这时 后备箱里传来动静 马特下车打开一看 发现早已凉透的流浪汉 竟然活了过来 难道他体内的病毒具备传染性 会不会在日后出现大规模扩散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